奧斯卡心科影帝Will Smith的妻子Jada Smith 29日首次公開提及27日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發生的事 喜劇演員Chris Walk 當日拿了他的光頭造型開玩笑 被Will Smith打了一把 二年50歲的Jada Smith在Instagram上說 這是一個療傷的季節,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他 但他並沒有附上詳細的說明 Will Smith在28日公開道歉 而影藝學院宣布將對事件進行正式的審查 並考慮最佳男演員獲得者是否需要因此承受後果 喜劇演員Chris Walk 無就事件發表評論 Will Smith在Instagram上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所有形式的暴力都是有毒和具破壞性的 我在27日晚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行為 是不能接受和不能原諒的 被開玩笑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但關於Jada的健康狀況作為笑話 令我無法忍受 我情緒激動 我想公開和你道歉Chris Walk 我跑題了,我錯了,我很尷尬 我的行為並不能表明我想成為怎樣的人 在充滿愛和善意的世界中 無暴力的容身之地 我還要和影藝學院、節目的製作人 所有的與會者和全世界觀看的所有人道歉 我想和威廉姆斯家族和我的理查德國王劇組人員道歉 我深感遺憾的是 我的行為 沾污了我們所有人原本美好的旅程 Will Smith的聲明 是在影藝學院正式譴責他在27日晚上 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行為 並宣佈會調查事件後的數小時發表的 影藝學院譴責Will Smith在27日晚上的行為 表示我們已經正式開始對這件事進行正式的審查 並將根據我們的章程、行為標準和加州法律 探索中一步的行動和後果 學院並沒有提供關於Will Smith 可能面對的潛在後果的中一步細節 例如回夥暫停或撤銷他的學院會員資格 Chris Walk 27日晚上在道比劇院的舞台上 介紹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時 他講了個笑話 提到Jader Smith的光頭 暗示他將出現魔鬼女大兵的續集 Jader過去曾經說過自己的免疫性脫髮疾病 Will Smith因為Chris Walk的笑話走到台上 打了Chris Walk一巴 這個舉動起初引起了觀眾的一些緊張笑聲 認為這是預先計劃好的喜劇短劇 但當Will Smith轉身大步回到他的座位時 嚴厲地對Chris Walk尖叫了兩次 告訴他不要從你口中說出我妻子的名字 觀眾隨即陷入震驚的沉默 Chris Walk就保持冷靜 繼續頒發紀錄片獎 在節目的後期 Will Smith憑借李查德的國王 他在當中扮演網球明星維納斯 和蔡雷娜威廉姆斯的父親 而獲得最佳男演員獎 再一次上台 他講到查理德·威廉姆斯 是他家人的堅定捍衛者 我想和影藝學院 向我的其他提名人道歉 我想和維納斯 和蔡雷娜 以及整個威廉姆斯的家族 說多謝 多謝你們信任我 去講述你們的故事 這個就是我想做的 我想成為愛心和關懷的大使 他後來還說 我就好像一名瘋癲的爸爸 如他們所說的李查德·威廉姆斯一樣 愛會令你做出瘋狂的事情 Will Smith在他的獲准感言中 從未提到Chris Walk 最後他說 希望學院邀請我回來 洛杉姆斯警局發表聲明說 Chris Walk拒絕就Will Smith 提出任何的指控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警方說 奧斯卡頒獎典禮期間 這宗事件 涉及一個人打另一個人 涉案人員拒絕向警方報案 如果涉案方希望在以後想要警察的報告 洛杉姆市警局將可以完成調查報告 顧及警方正在調查